哈喽大家好,今天我来插一个小猪乔治洗澡的玩具吧 你们看 哦,乔治还有一个自己洗澡的地方呢 乔治真爱干净啊 你们看,他看来也喜欢小鸭子呢 你们看,这是他刷牙的样子 我们一定要早晚都要刷一次哦 嗯 好,我们先来看下后边 有什么吧 哦,你们看呀 乔治坐在里边 站在这里 你们看,佩奇穿着他的小睡衣 猪妈妈站在这里看着小乔治洗澡 还有一只小鸭子呢 可不可爱呀 我们来拆开吧 好,我现在拆什么 这里解一下 这里解一下 我要你看这个马头 跟那个不一样 这个好自信 下一个,嗯,下一个拆哪个呀 拆他的小鸭子 小鸭子 你们看,男子的放在一边 下一个 你们看,强制的小鸭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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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不能是偷顾不到洗衣垡的时候 他就站在上面 你们看还有个小鸭子 鸭子硬的地方 还是让有一只小鸭子 你们看,后面有一只小鸭子 下一个小鸭子 下一个小鸭子 洗手鸭子 你看看 OK,来看洗手鸭子 我后面还用一小鸭子 剪掉 我们看这个洗手鸭子 是不是很好看呀 我觉得很好看 遇到上面有一个 好啦 洗澡匙已经弄好了 所有的小配件都弄好了 尤其我们的小乔治登场 把它剪下来 脖子还卡着 这里 你剪一下 啊,剪好了 你们看 这个小乔治也很好看 是不 他的手可以转 好可爱哟 这些配件都差好了 我们来给佩晓智试试吧 哇 真是够啊 下面还可以软点的 来下一个 好,我们给他试一下小毛桶 有点大了 不过没关系 等他长肥了长大了就行 把这两个给它弄好 好,他下面是有一个这个 可以安在上面 怕他长不稳 哇,这个真可爱 站在上面才刷牙 还得放一边 我看这个 你们看这个应该是放在这儿的吧 因为洗完澡出来会有点湿湿的 肯定吧 咦,那这又是什么 难道是他自己的小买桶吗 来看看 万一那个不是他的小马桶 这个才是他的小马桶 还是小椅子啊 你们看 好合适啊 放在一边 好啦,我们今天就插上这些小配件了 下次我们再把这些 小调制的浴干什么的放在浴室里 我们下次再见啦,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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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